成本不要太多嘛 像现在人就说要开个店铺 租店面太累了 很多人就说小发财帮你改造 帮你改造之外呢 看你要卖什么 他还帮你装好 我们来看看 有的三到五万就可以做到 有的你看哦 十万块就可以做到非常完整 就像一个流动店面一样 小货车停在人来人往的公园边 车子旁再摆几张桌子和椅子 简简单单就做起生意来 这可是现在坊间最夯的赚钱 在车体里安装锅炉 上头再摆几个蒸笼 靠这台小货车 两夫妻就这样卖起烫包 改装发财车为什么这么热门 老板说当初买这部二手小货车 花了五万元 再打造白铁餐台也是五万 电费免钱水费一个月八百元 基本花费十万元左右 生意就可以开张 但是开家店铺就不同了 房租两万各式设备加起来五十万 再加上惊人的水电费 开业就要五十三万元 光成本两边就差了四十三万 你租电费的话你要卖很多东西 不然你不够还资费 那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你不可能说两个人卖那么多 也没可能 再来看看专门改装八台车的焊接工厂 里里外外好忙碌 老板说景气差 做餐车生意的业者真的变多了 花少成本就能赚大钱 改装小货车做生意 在房间成了最红不让的赚钱数 中文陈网瑞徐毅林 台中采报报道